先4分 17比13领先 现在30岁的老将钱德拉发球 郭震东接发球 哎呀 可以感觉到印度尼夏选手的进攻啊 他这个连续性非常好 所以始终体现了一种击小胜没大胜 所以你一般的防守 落点 或者是这个方法 不能够突然变的话 就很难阻止他们的连续进攻 现在中国队落后5分 18比13 机会再来 那这个球可能是个转机 14比18 现在1米87的徐晨发球 二个三杰发球 中国队下压以后 金特达 那一名队在进攻 哎呦 这个球打空了 19 14 在第一局呢 中国队是21比14先胜 第二局呢 印度尼夏队是21比19取胜 现在是第三局 现在是第三局 中队反攻 好的 这球的意识非常好 但是这球失误 这样印尼队呢 就已经以20比14 在决赛局中领先 他们取胜的概率已经非常高了 但是纵观今天的整个比赛来看呢 在双打方面呢 印度尼夏队一直是世界的这个强队 他们在这方面有非常成熟的经验 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发接发方面 在积极主动上手方面 他们比较优势 所以经常是上来 他们能够进攻 好的 中国在转手围攻 好的 这个球呢 这个球呢 是钱德拉准备往前扑一下 结果这个球压得太狠了 落网 现在中国队还落后5分 15比20 但是今天 郭震东和徐晨 两个运动员的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场上打得比较有士气 拼得比较凶 但是呢 在这个控制往前能力上差一些 所以对方的进攻 往往比较多 好的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马来西亚的古剑杰 和日本的平田点睛这一队的胜者来争夺 本次比赛的决赛权 那么在下半区呢 是韩国选手郑在成和李龙大已经战胜了中国的蔡运和傅海峰 这样呢 他们将和印度尼西亚的选手基多 塞地亚万和中华台北的陈轰林一队的胜者 来争夺另外一个决赛权 20比16 现在郭震冬发球 阿赫桑接发球 再把球挑到后场 再挑到后场 阿赫 热